好 這兩道咖哩炒片跟天婦羅 從哪一道先開始 還是什麼 我從天婦羅開始好了 好 來 其實我們有準備了 花枝漿是我特別把它加進去的 因為一般在製作這個時候 會存那個鳥魚漿或鯊魚漿 鯊魚漿 對 可是會摻一些粉進去 讓它再回Q跟那個酥脆度會夠一點 那我們沒有加啊 我們也應該有吧 我們部分我會多加這個 花枝漿那增加口感跟Q度 那比例的部分就是 可以按照你自己去加 大部分都是2比1 2比1的量 鯊魚漿2 花漿漿1 對 因為它是附加 讓它有鮮味而已 你不用調理機 不用調理機 因為就純薑弄好了 這直接就幫兩邊都處理好了 好 然後再來就是 豬板油的部分 製作單位也幫大家把它切細了 這個下一半的豬板油 豬板油是讓它裡面會多一些 湯汁跟爆漿那種口感 對... 好 然後這個我等一下用這個 地瓜粉 大概一大匙左右 然後再來就是鹽巴 會下在這邊 然後糖也會下在這邊 糖比較多 糖比較多 胡椒粉 沒有 我們有加糖嗎 沒有 因為我覺得這個餃子 它是還是要吃它的沾醬 它其實對 本身要吃它原味 對...所以其實本身它這個也有 有的也有調味過 那這邊我先把這個調味要拌勻 拌勻之後 這裡會補一點點的這個水 然後米酒 這是幹嘛用的這個 等一下會拌進去 拌進去 讓它的... 你有沒有這樣做嗎 整體的這個Q度不會這麼硬 你剛剛兩邊抓都是很扎實 對 那其實它會有一點點軟度在 因為比較好抓勻對不對 比較好抓勻 你這邊把它弄勻 你就不會鹽巴什麼 卡在這邊一塊 包括裡面大家用那個調味器 去擠壓的時候 有時候搞不好鹽巴是 跑到另外一半 也是會不勻的 對 所以你就在這邊把它調好 多好的一個孩子 那就把它放進來 還是一個方法耶 不少耶 來好了之後這邊 你就開始去抓 它只是用手插會勻嗎 手插其實你很好去掌握它的這個 散開了 它整個就散開了 那你如果是剛剛沒有去抓這個粉 將調進去的時候 整個是顆粒狀 你... 但最麻煩是豬油的部分 你要把它均勻 對 來這邊你就稍微再拍一下 你看這個軟度跟Q度 你就很好去掌握它 好快喔 其實很快 宋哥今天應該很有成就感嘛 這一輩子 對 第一次做天賦爐 我第一次做天賦爐 獨立完成 對吧 聽說很厲害 超爽的 多好的一個孩子 油溫呢 油溫不要太高 差不多 好 這個部分呢 你就可以把它取過來 壓在這邊 準備一個水 這是很重要的 等一下你在抓這個天賦爐的時候 它比較容易脫模 油可以嗎 油你可能會太多 油的話你摸的時候 你要塑形的時候 它可能會變形 就像這個部分 你就是大量的水 水進來之後呢 你這邊就抹過來 一球放上去 然後呢 一樣這邊是有帶水的時候 你就很好擠壓過來 我們剛才都是用油 對 所以你看那個天賦爐 它會有這個痕跡 原來是因為這樣子壓 懂了 那你在這個手指頭前面的時候 這邊是有三條 對...原來是這樣 然後一樣 你就這樣子壓下去 所以我們平常看 天賦爐 那是人家的掌紋 對 怎麼會這樣呢 那現在很多賣天賦爐 它會有一個木頭做的 像硬桑這樣 直接就放上去就可以了 抹上去就是撥下去 因為有時候在油溫的時候 你那個木頭放進去是OK的 那你傳統是這樣子的做法 因為它為了要比較快一點 比較快一點 對 你看這個炸起來 它上面就有那個 那個痕跡了 就有鎖的痕跡了 這個吃得到那個溫度 每一個形狀 每一片都不一樣 對 每一片都不一樣 那你在做這個天賦爐的部分 就是一個下 另外一個部分 它就會幫它翻面或是什麼去 讓它去轉 轉這個面積 兩個人一起合作 對...那一定會 一定會 大概有一點上色的時候 放在旁邊 讓它靜置一下 客人點的時候 再下鍋去回炸 這個步驟我有做到 你有做到嗎 有啊 怎麼了嗎 先把它放到旁邊 然後再有再上色 你好像沒有對不對 你好像沒有 有啊 我是差不多了 我就拿起來了 好好有在搶啊 真的喔 有在搶一次 好 這部分呢 水溫溫的 其實麵體就可以下 那其實我們在做生意的時候 需要滾水下鍋 只要有鹼性的這個麵體的部分 我們通常都會先過一次水 放在旁邊等待 那如果提早先用好 不會爛掉嗎 提早你會悶 悶就容易爛掉 如果不悶是OK的 不悶是OK的 那做生意這邊弄完熱水 會去再走一個冷水 拉快速一點 降溫 好 這邊就開始慢慢有空 跟我剛剛一個很滿像的 真的 有啦 有喔 有啦 好 竹輪的部分這個 其實在... 在基隆當地的部分 譬如像竹輪 其實你天賦人 你可以拿一塊 把它切切放進來 一樣喔 你不一定說 一定用這個竹輪去 那委員餐廳的部分 它需要配菜 所以會把這個該有的鮮味 就像花枝一樣 那我們今天跟大家示範的 其實跟... 我說要切圈 指定的是他們的實景料 切圈 切圈 你有切圈喔 對 那你的竹輪呢 只有切片啊 你有切一半嗎 沒有 我有 好 梅花豬 好無聊喔 真的 對不起 梅花豬的部分 算了 你就抓一點點的醬油 跟香油進來 豬板油 對耶 我們有給你們豬板油 大家都沒有去運用 好啦 不要生氣啦 我們現在是會記得 不是啦 因為桌上有東西 你就可以去運用 不一定說它是歸屬誰的 下次我再來處理 好 這邊已經膨起來了 膨起來之後 像這個膨起來旁邊 這助手就會把他夾起來 助手 助手 助手啊 好 這邊有肉絲 看起來好好吃喔 蒜末 一點點進來 好可愛喔 漂亮喔 這炸的真的是很可愛 對啊 好可愛喔 這個一定要 好漂亮喔 這個一看就是純熟 純熟功能 師傅 你先炒什麼啊 先炒肉 肉絲跟蒜末 用豬油先炒肉絲跟蒜末 因為它本身的味道比較重 那食井的部分 它有一些海鮮料 其實像我們在餐廳來講 這個都會先去爆 讓它有鮮味 可是是我們餐廳是用快速爐 那你在家裡的時候 或者是在平時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另外一個做法 就是把這個鮮氣 香氣先把它炒起來 然後你後面你再去 麵微好這個再下 麵微好這個再... 因為你在那種炒麵入味的同時 你是不是這些的豬肝啊 什麼容易攔 對 那你其實你可以這個後面下 然後可是你這個底也是香氣 也先把它打出來 再把它夾起來嗎 你那個油溫不關對不對 油溫可以的 謝謝 油溫等一下 我要再上一個 不搶嗎 我待會兒再一個 好 這個是有嫩度的 可以耶 這樣好了 好 滾炒 然後這邊就是洋蔥啊 蔥段啊這些就是可以下這邊 一樣其他的剩下的這些的蒜末放進去 那做生意就是一鍋到底就是馬上拉起鍋了 那我們在這邊沒有辦法這樣子做 然後這邊也需要讓它補一點點的油脂進去 那如果像現在在炒洋蔥這一部分的時候 如果加豬板油是可以的嗎 也可以 可是我這邊已經夠了 所以想要讓它有不一樣的香氣 因為豬板油畢竟你還是要練過 練過就是你有把它練出香氣之後 你如果在這邊 我如果沒有編到那個香氣出來之後 還是會有個那個燒味 煮的香味啦 那個香味很重 你真的已經夠了 好 來 這個香氣都油了 再補一匙的油 這匙的油是要給那個 誰的 咖哩粉 咖哩粉 對 咖哩粉沒油就不行 你再下一半喔 還沒有 這應該要多一點 沒有耶 沒有耶 好 香氣出來的高湯就進來 這好香喔 對啊 雞菇拉的味道 蛤蜊 蛤蜊 放進去 鮮味 調味道 蛤蜊真的很棒 醬油 胡椒粉 手 糖 小心 小心 小心喔 你那個胡椒你還想要打小報告 好 請倒 好 這邊就是鍋蓋 油會上來囉 好 上來之後就 再一次 再一次 這次就是要上色了 對 這次呢 就是要讓我們剛剛有抓了這個 邊緣的地方 讓它比較酥脆一點 厚的地方就是維持它的嫩度在 那剛剛兩邊那個顏色跟整體下 小鐘這邊做得很漂亮 顏色對不對 顏色抓得很好 好 緊張 好 這個好了 你就把它立起來 好漂亮 很漂亮喔 漂亮 這顏色真的漂亮 剛剛好 金黃色的喔 金黃色 它蛤蜊也開了 這邊蛤蜊也開了 蛤蜊放很久會變什麼 你打 妳打它 我不會勸架 我也會 你就過來一下 你打它 我沒有綠色素 我先打 白酒 白酒 小白菜最適合你吃了 我會義大利的 有義大利的 因為小白木嗎 對啊 你笑得好高興 不知道怎麼回憶喔 小白木 小白菜 你就想到義大利的議員對不對 對... 我們那個年代有個義大利議員 叫小白菜 他是第一個 就是脫薪然後選到議員的 真的嗎 真的 有那個新聞 他都很關注國際新聞 對 好 來 再來就是 二砂糖 番茄醬 對 醬多 台灣小吃的醬料 都會比較偏甜一點點 因為其他食材 譬如像海鮮類 為什麼有鹹度在 我們剛剛師傅說酌量 他沒有叫我們全鹹 然後再來就是海山醬 其實海山醬跟番茄醬 你可以用到一比一個量 那糖的部分 你大概是要半匙 所以這邊是兩大匙的海山醬 兩大匙的這個番茄醬 你會掉點鹽嗎 鹽巴不需要了 因為你這邊在掉鹽的時候 其實雖然它甜度會拉高 可是這邊還是有鹹度在 你那個剛剛等一下的天婦羅 還是有鹹度在 好 麵體都膨了 這個真的正點喔 這個 這個媽媽 做一個這個不得了啊 回家小朋友開店吃了 好 這些食材 你就可以放進來 反過來 一下下 麵體一定要讓它膨 那這邊你就把它拌勻就好 所以不用再加熱煮 我加了水之後 它會變稀濕掉 稀濕完了之後 我又要再勾芡 那我不讓它就是濃稠的拌勻就好 你說你又再吸一點 我就拌一點熱開水進去也OK 那醬料已經有勾芡了 對 我就覺得已經有了 剛剛這有勾 做生意的其實它做大量 一定會要勾芡 這樣比較省成本吧 比較省成本 我們自己做的其實 因為今天做了兩道跟那個 對 所以不需要勾芡 不是 因為你剛剛水倒多了 有嗎 有咩 他叫你倒一點水 你水倒多了 他沒辦法一定要叫你勾芡 有咩 有對 真的喔 我有看到 我看我加水嗎 我看我加 好 湯汁都收好了 你一下進去 寶師傅的眼睛都扭曲了 好香喔 那個咖哩的香氣喔 超香的 其實有時候換成沙茶也可以 對不對 也可以 對耶 但基隆有的會放沙茶給你咖哩 對 我就有點印象 對 漂亮 有沒有顏色 讚 又是你最喜歡的顏色 真的我最喜歡的顏色 漂亮 好 然後再來就是天婦羅的部分 就是擅長嘛 好 等一下要吃的時候可以自己沾 那小黃瓜上次有教過 其實就是兩大匙的這個糖進去 糖 一條的量兩大匙的糖 然後一點點的 一小匙的這個鹽巴 要去醃製到它有湯汁出來 就比較軟 醋呢 醋不需要 可以加點醋嗎 你可以加點醋 可是你加了醋之後顏色會變 你要快點吃完 我要變黃 你就不會像人家做的事情奇怪 他放一整天怎麼還那麼脆綠 脆綠 對 你就知道是假的 假的 好漂亮 我們完了 廟口咖哩炒麵 天婦羅 好好吃喔 你們看都看懂了吧 廟口小吃 在家裡做 來 就位 好 我們要先吃炒麵還是先吃天婦羅 應該先吃天婦羅吧 天婦羅 好不好 這不受味覺影響的情況下 好嘞 好嘞 吃我們師傅吧 先吃 直拌 沒有加熱的 好好吃喔 我做一夜版 好好吃過到濃郁 濃 不用加熱就可以了 醬料 而且不用調理雞 對啊 比雞龍的好吃耶 真的 廟口咖哩炒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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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是味道調冷淡 你這是味道調冷淡 甜甜 甜甜 好咖哩味喔 甜甜的吉利 甜甜